假如中国的经济持续成长 对台湾来讲 中国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外销市场 所以中国经济好对台湾一定是有帮助 所以我们也应该趁势 在中国经济复苏的时候 我们也加快脚步 让我们的经济尽快复苏 我始终认为 不管你今天是采取蓝或绿的立场 不管你支持统一或台独 你未来都要跟中国进行一些谈判 当你的经济逐渐衰退 你没有实力的时候 绝对对台湾不利 无论是谈统或谈毒都不利 那我认为说 我们只有借着 搭上中国经济成长的顺风车 让我们的经济能够成长的时候 我们比较有谈判的筹码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 对 所以未来如果在ECFA 就是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定的谈判过程中 你觉得我们应该乐观其成 我觉得我们不用太担心 我们的经济过度仰爱中国 我们越是过度仰赖中国 中国对台湾用武的状况是越少 我认为是它反而不太好用武 那当然它会有一些 可能希望我们不会走向台独 我觉得这个是 但现阶段我们也不可能走向台独 只是未来我们走向台独的筹码 可能越来越少 但是对维持现状 我认为不会受到影响 但是当我们的实力越来越强的时候 即使是在维持现状当中 我认为我们谈判的筹码比较会高一些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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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